今天的突发新闻 科学家发现了两颗新地球 一个红色且巨大 另一个绿色且微小 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对这些行星进行过研究 两个星球上都有水 也许还有更多的生命 不幸的是我们几乎一无所知 现在就是谁先占领了这两个地球 它就属于谁 天啊 这些行星和我们地球一样 我和我的家人将生活在一个绿色的星球上 你和你的家人将生活在一颗红色星球上 我相信一个小星球上有很多宝藏 我同意首先我们需要飞往这些行星 好吧 那我就架数我的火箭 真幸运从一开始我们就造了火箭 真是太好了 是啊 我们现在需要火箭 表哥我们要先走了呀 我怕别人先占领那个星球 你也得快一点 人家都说了先到先得 我希望米奇能安全地飞到他的星球 我们也当上宇宙飞船吧 我们也抓紧出发 我们的火箭非常大 可能会有一些波动 不过非常安全 希望那个星球也安全 外星球上总是很危险的 所以我们需要非常小心 以防会有陷阱什么的 这里景色真的很漂亮 但是米奇似乎还没到 我还以为他的火箭没有了呢 我的火箭比你的小 所以你先到的 多酷的星球 尽管这个星球很巧 但这里仍然很酷 我要探索这个星球 我想我们可以在这里找到宝藏 我觉得米奇在他的星球上 不会有什么发现的 因为一直都是我运气最好的 你看我这里也发现了山洞 有水所以可能有生命 我们需要探索那里的一切 没想到这里有很多红石 不过对我们来说也是非常有用的 虽然洞穴里没有其他的矿物了 但是居然有一个苦力怕的蛋 太棒了 我们有一个帮手了 在这些行星上居然生活着苦力怕 也是挺可怕的 哎呦呦 米奇你干啥呢 小子趁我不在居然想偷袭我 那就让你看看我新找到的帮手吧 一只外星苦力怕 我不会让你从我的星球偷走资源 但我愿意把这个怪物给你 他脾气不好 也许可以把你炸上天 所以米奇你不能进入我的星球 我的妈表哥 你不至于吧 我只是想参观一下你的星球而已 他要爆炸了 我不想被炸飞 快了他在跟踪我 我讨厌苦力怕 快快快 你让他接近任何人 哈哈看来外星苦力怕决定要炸了 那米奇的星球可就遭殃了 看招 想要没想到吧 幸好我带了铁剑 我的天 不对呀 他没带任何东西啊 大表哥 你等着 你就是下一段 快点挖断这里的桥梁 我没想到米奇能打败苦力怕 哈哈你快盼了 我会抓住你的 绝对不能让米奇来我的星球了 我得在最高处建立一个家园 同时也可以监视一下米奇 太好了 我盖完了一栋新房子 是在一天之内建造的 而米奇也建造了一个小火柴河 但是不对呀 怎么有猪的存在呀 他是怎么得到这些猪的呀 在火箭里是不可以带那些生物的呀 该不会是外星猪吧 那也就是说我的星球上也有猪的存在吗 什么东西 一只巨大的猪 它在我的星球上做什么 天啊 这太不科学了吧 好像是猪在追我 为什么它这么大 它想要把我当食物吗 哎呀呀 千万别吃我 我不好吃 如果你愿意我家里有些吃的 我还是先躲进山洞里 它应该是进不来的 按理来说 猪是不可能攻击我的呀 也许猪想喝水吗 来吧 给你喝水 我辛苦给你打上来的 不然啊 它渴了 它不会吃我的 它喝饱了 非常的开心 它看我都像是在笑 不过它这个样子像是要给我点什么似的 好家伙猪肉 它居然给了我一大堆的猪肉 七百多块 我的天啊 我们的食物足够了 米奇做了什么东西 我的天 为什么我有这么不好的预感 好家伙 它居然做了一个大炮 它是怎么得到资源的 还好没想到吧 表哥 你投降吧 我要毁掉你的星球 这就是我的包袱 谁让你 吃放苦力派来对付我来炸 不行 我必须要混到米奇的星球炸掉它 要不然我的星球会毁掉的 还好我带了珍珠 趁米奇不注意我先飞过去 先偷走它的资源 这里居然有这么多TNT 好家伙 居然还有一个打火石 我得把这小子的平台支撑拆除 然后让木板慢慢燃烧一下 小子你就等着被打败吧 我要去这个星球的中心处 什么 这里居然有这么多珍贵资源 怪不得米奇能建立大炮 但是呀 这些钻石块僵是我的了 珍贵的资源我才不会留给米奇呢 幸运的是 我拿了钻头 我知道我需要它 为什么我的星球上只有红石 这不公平 不过呢 现在我时间很有限 如果挖走这些资源 米奇可能会发现我 不行了 我要抓紧安装TNT 我要摧毁这个小行星 这个傻子还在塔楼上 一会他就得哭 来吧米奇 尝尝TNT的威力吧 我的天啊 你做了什么呀 我的地球呀 我们的房子为啥在一个桌子上呀 是啊 怎么回事 为什么我们变得这么小 我不知道 现在得探索一下我们周围的一切 我的天啊 这不是菜鸟吗 我想我意识到这是他的房子 他带我们去了他家 米奇呀 我们得马上离开这房子 这小子把我们变小之后 肯定没有啥好事 气死我了 二条呀 我想变带之后做他一顿 那是之后的事了 我们首先要逃跑一下 从这个桌子的边缘搭梯子下去 我想一切都会好起来的 最重要的是不要停下来继续 那条啊 看来我们现在有大麻烦了 狗就在我们旁边 菜鸟注意到我们从桌子上跑了 米奇呀 尽快跑到床底下去 这是唯一的出路 我不想冒这个险 狗狗可能会用他的大牙齿咬我们 所以到了床下就会安全 狗狗应该是够不到我们的 我们就在床下不出去 哎呀 完蛋了 菜鸟现在就站在我们旁边 完了 他能抓到我们 没想到啊 这小子眼神挺好的 居然看到我们了 我们无能为力 他直接一伸手 就把我们两个小不点抓到了 我的天啊 他的床居然能抬起来 米奇呀 看来我们现在处境很糟糕 他的床居然是一个小不点的牢笼 看来菜鸟这个家伙 是一个阴险的混蛋 他肯定不会放过我们的 让我们在这个床牢笼中 经历最艰难的考验吧 新手开始关闭了 我们彻底被困住了 好家伙这里的木头还在燃烧啊 转过身去你不会相信你的眼睛 什么情况呀 你说啥 我去 这里有只大猪 他随时都可能吃掉我们 我们试着朝他扔点东西 然后藏起来 否则我们就会在猪肚子里完蛋 让我们躲在柱子后面 他肯定过不了这里 哎呀没想到这个家伙疯了 日然横冲直闯的 估计是他很饿很饿 可是他被烤成猪排了呀 好家伙 我也没想到这只小猪这么蠢 还好这里有燃烧的柱子 这一下我们的吃的就解决了 看看这里的环境 好多牢笼在这边 天啊 这个菜鸟做了多少坏事呀 这里不仅有村民 还有几个生物 我还是不敢相信我所看到的 这里甚至有关在笼子里的村民 真是太可怕了 他们被关起来了 我想知道这个鸡岩的房子里有啥 小事情我进去看看 哎呀米奇你别啊 快点啊辣条把我弄出去 这里全是老鼠呀 我最害怕他们了 快点爬梯子 我给你搭了梯子 哎呀妈呀吓死我了 这菜鸟也挺损的 居然把老鼠都关在这里 不过也很好 最起码我们没有危险了 我们得抓紧想出计划逃走 最好是能解救村民 他们不应该被菜鸟关起来 那我们得做一个非常大的拉杆排斜 我们只需要按下拉杆 这个城就会开门的 要不我们是出不去的 你请我们开始生存吧 村民你被释放了 他们都很迷茫 根本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也不知道是菜鸟 把他们偷偷变小带走的 这真的让人气愤 菜鸟这小子一定要做他一顿 我同意你的想法 哎呀这巨大木头 如果用这个原木 肯定可以做一个巨大的拉杆 那我们就可以出去了 是啊 这样我们就可以找到变大的方法 现在我们必须拿走原始 我相信我们能够做到一切按计划进行 最重要的是我们的目标就是干掉菜鸟 为村民出气 打开这张床 我们就有逃生的希望 这还有一个岩木 哎呀不对呀 为啥你的那么大 是啊 我也不知道啊 我只是随手捡起来的 是啊 你用那个原木是可以做出巨大合成台的 这样做出来的肯定才是巨大物品 如果用我的木头肯定不行 来吧辣条 我做好了 找一个地方方向 这样离线路最近可以打开长大 但是杠杆真的很大 需要很大力量才行 这还不简单 看我的大跳 果然成功了 乙琪你挺聪明的呀 好马上就要打开了 我们要出去了 哈哈 菜鸟似乎没有看这边 现在正是好机会 它甚至都不知道 现在让我们试图从它身边逃走 其实这也是非常艰难的 最好我们能跳下去 而且还不发出任何动静 哎呀呀你没看到大狗狗啊 它已经发现我们了 现在我们需要让狗狗临远点 弄个苦力怕吓唬吓唬它 这只是一个好主意 狗子肯定会吓唬的 行了我的苦力怕 来赶走狗子吧 我们还要快点逃出去呢 我估计苦力怕闹出来的动静 菜鸟也会发现 希望我们能安全逃离吧 啥也别想了 米奇 你快点下来 我们肯定暴露了 我要管掉不掉血了 门就在那边 我们能成功的 冲啊米奇 为了我们能够复仇 我们要努力冲刺 出去我们就胜利了 我们马上掉到门口了 逗逗你要干啥 你疯了吗 你对我做了什么 为啥我在瓶子里 你要对我做什么 别着急呀 迈奇 我已经为你准备好了小世界 别担心迈奇你会喜欢的 你怎么敢这样做 你怎么能缩小我 让我出去 现在没有多少空气了啊 再不放我出去 我就要吃鞋了 哎呀我的天啊 别摇罐子啊 你搞得我好投衣呀 保持罐子笔直 不好意思啊 忘了不能摇晃罐子了 别担心 麦奇我会放你出去的 你一定会喜欢 我为你做的这个桌井 好了 你可以出来了 你要对我做什么 我不明白 你为什么把我变得如此之小 那是因为今天 我们的视频主题 是上帝模拟器 你将不得不在这个世界上生存 如果你能发展好 那么你就会长大 凭什么让我缩小 你为啥不来缩小 这个问题问得好 那是因为我设计的今天的游戏 所以没办法 你只能是试验品了 不要担心呀 麦奇 今天的游戏肯定非常有趣 有趣的屁呀 你这么大 随便一个方块都能送我吃鞋 那你想多了 玩上帝模拟器肯定有好有坏 就比如这一次 我用岩浆筒来砸你 你也没有受到啥伤害不是吗 别扯独自了 我刚才生反好才躲过的 我很容易就能摆过这个陷阱 我可以跳过这些跑酷赛道 我只是想知道你下一步打算做什么 把水倒在我身上 淹没我吗 而且你可以为所欲为 这非常的不公平 好吧好吧 公平起见 我告诉我接下来要干啥 我会移走一大块土地 看看你如何发展 天啊 这里太好了 我看到钻石了 豆豆你终于做了一件让我夸奖的事了 这样我的生存会更加容易了 我还可以搞一个下界传送门 然后 哈哈太棒了 坏了 这可不行 怎么忘了传送这个事呀 这可不能让Mike成功 我得再找点东西吸引他的注意力 Mike我给你一个苹果 我知道你对苹果过敏 所以不能吃 哈哈 这才是真正的计划 我好哦 但是我对林过敏对苹果不过敏 所以谢谢你的食物 我知道你想因我 睁开看看你现在的表情细细 你脸上的青筋都长出来了 我希望这个苹果又酸又无味 虽然你告诉了我错误的信息 不过我的目的也达到了 因为你耽误了下矿的最佳时间 你什么意思呀 意思就是说你没有做梯子 没有做任何工具 这样你就无法下到钻石的地方了 可是这些钉子在我看来都是跑酷呀 但是你很难到底部了呀 你有病了吧 豆豆 从这里下去那还不是轻轻松松呀 我想告诉你的恰恰相反 因为你的磨磨唧唧 导致我有时间拿到水桶 哈哈 这样你认为的跑酷却变成了养鱼池 鱼可是鲨鱼哟 我的天啊 豆豆你疯了呀 你也太损了吧 我不会放弃那几个钻石的 我会想到好办法来处理的 那就去想吧 Mike 作为上帝视角我会暗中观察你的 我相信我的做法不会让你得到钻石的 没了钻石你就无法逃出我的手掌心了 你是真baby呀 什么话 我们今天是上帝模拟器 当然要遵守这个游戏得规则 你说的都对行吧 我已经有主意了 我有一个好办法可以破解你的鲨鱼危机 你这是什么意思呀Mike 你干脆跳下去与鲨鱼搏斗一下吧 也许鲨鱼并不饿呢 哎呀我去 是你傻还是我傻啊豆豆 好家伙你居然引流岩浆啊 怎么样是不是个好办法呢 鲨鱼都变成烤鱼片了 一不小心你放的水都变成了扔水呀 算你狠呀Mike 鲨鱼宝宝全都嗝屁了 那你下水挖钻石也很难得 最起码你没有水下呼吸和水下速觉 水下呼吸并不是问题 可以用水桶解决 至于是不是速觉那又有啥关系呢 只要我能呼吸 无非就是多爱一会而已 好家伙你说的我竟然无言以对 我感觉刚才的策略似乎已经不行了 我要想到一个新的办法来整骨Mike 哈哈我成功了豆豆 谢谢你的钻石油 现在这里的生存资源让我满足故意啊 不仅有矿场还有吃的 简直是无忧无虑 这个Mike简直是气死我了 我要给他好看 我也要缩小过去 我有珍珠 可以到达任何地方 我和Mike一样小了 这样我就可以近距离设置陷阱了 我想知道豆豆现在在哪里 这小子是不是又在想更坏的计划呢 到了不代理他了 我要赶紧下矿了 他终于走了 看来他去了底下 那么等他回家之后还是要回到底下 哈哈 在他家门前搞一些陷阱 当他落入这个陷阱时一定会吓一跳的 再用一个钻石扔到这里引用Mike 这应该行得通 现在好了 我们只需要等Mike挖往矿 然后回家 我去钻石怎么掉出来了 看来是我粗心大意了 我的天啊 这里居然有陷阱 该死的豆豆你都做了什么 嘿嘿 整骨成功了 那么接下来要更加凶狠的整骨才能惩罚Mike 在他的房子里放一些天体 然后再把控制杆放在另一边 我就启动控制杆 Mike的房子就会爆炸 当Mike进去的时候 我们的计划就会实施 来吧 Mike恭喜你今天的生存失败了 这要什么声音呀 我们的家人被抓起来了 Mike 他们就在这个基岩半球里 这是真那么逗逗 这可咋办呀 应该是村民的恶作剧 他们说还没人能打开它 你认为我们能做到吗 还是值得一试的 炸掉它怎么样呢 我想这个方法应该可以 最大的问题 这个半球是由基岩构成的 这是世界上最坚固的方块了 可是我们有很多TNT 这是我们知道自己会的唯一方法 带着也没问题 也许能用上 或者至少打个洞帮我们家人调出去 这会很困难 但至少有可能 那我们就抓紧试一下吧 把TNT放在最上面 我希望我们能成功吧 你永远不应该对圣灵失去信息 即使一切都很糟糕 好吧 你说的对Mike 我点燃了TNT 可是显然TNT没有帮助 它无法突破基岩 这真的很糟糕 我们得力想办法进去 活三滑快 似乎也无法推动这些基岩 它们就像是非常沉重的大石头一样 一动不动 用稿子也是白费 这可怎么办呀Mike 我只有一把超级电钻 它可比高子厉害多了 钻头的能量看比钻石搞 但是我觉得也是很难突破呀 基岩似乎没有啥变化 我们别无选择了 逗逗我有个主意 我会试着用我的头去冲撞一下 你说啥 你疯了 哎呀 Mike你来真的呀 Mike居然全速撞了上去 然后就倒下了 我只想说这是一个非常蠢的主意 很危险也不是很有效 我们必须找到其他工具来帮助我们 必须要搞一条通道出来 我觉得我们可以向下挖一下 村民说这是一个半球 也许下面没有基岩呢 好主意啊 逗逗快点下开这里吧 也许弱点就在地下呢 不要高兴得太早 你看着下面有一个泥土门 很可能是个秘密入口 我们需要进去好好看看 这里有个很奇怪的房间 看起来像个测试室 显然这又是村民们搞的恶作剧了 输入正确的密码 一条通道才会为我们打开 一项任务是插入正确的号码 第二个任务是插入正确的单词 不知何故 在我看来那项任务真的非常困难 我们最好一起努力避免错误 如果我们齐心协力 这些题目将是非常简单的 我们得尽快救出我们的家人 兄弟们 你们认识这些英文单词吗 你们能帮我和Mike屏写这些英文单词吗 看起来真的很难 但我希望你们能帮助我们 还有这些数学题你们会吗 Mike反正是一道都没算对 谁知道这些数学题的结果呀 这真是太糟糕了 当我们在兄弟们的帮助下解答完所有题目后 竟然出现了一个鸡眼人 而且可怕的是把Mike的手变成了鸡眼 Mike摔倒了 显然他举不起这么重的方块 我需要某种药水 才能治愈Mike或者让他更强大 这只是一种可怕的感觉 就像我被压在地上 我现在没有力气举起他们 这真是难以置信的困难逗动 我的天啊 你做了什么 天啊 我只是随便跳跃了一下 太好了 你可以破坏鸡眼 但是我现在就没力气了呀 这可不太好 我还是要找到恢复你的办法 所以我需要去找村民 我得让他们卖点东西给我 天啊 这个需要一组钻石啊 可是我只有这一点钻石 根本不够 但无论如何 最终我们会应付一切 有个藏身之处 在Mike的房间里 他把所有的钻石都藏了起来 就在这里有一个箱子 哇 这小子有这么多 看来我们似乎够了 Mike的手有希望了 太好了 让我们尽快跑向Mike 他害怕我丢下他不管 我们是朋友 怎么能不管他呢 天啊 你终于回来了豆豆 我就知道我们是好朋友 你准备好了吗 快点吧 我已经非常难受了 快把这样水扔给我 然后让我们完成 密室救援任务 这对我们所有人都有好处 Mike要水起作用 要有一点时间 你觉得自己越来越强壮了吗 你是不是会变成大力士的 我觉得自己很强壮了 我意识到 我可以举起这些鸡岩了 哇 你开始像钻头一样 转动这些鸡岩了 你太厉害了 Mike 确切地说 我的手是两个大钻头 我会一击摧毁鸡岩 我的家人们 我们要来救你们了 我们找到了能摧毁鸡岩半球的武器了 这简直是太棒了 我希望家人们不会太惊慌在里面 因为我们没有和他们在一起 干得漂亮呀Mike 这已经不一样了 我们做到了 我们从这个陷阱中拯救了我们的家人 这给我累的 但是我觉得非常酷 不是吗 终于一切都结束了 我们可以去庆祝我们的胜利 是的 我们终于和家人团聚了 这是有史以来最酷的时刻 你们这两个可恶的小子 拆墙干扰我的实验 你们毁了一切 毁了我的心绪 你们必须被摧毁 我会迅速消灭你这个邪恶的村民 你必须离开这个世界 那你玩了出来吧 我的小可爱 你不能就这么跑掉 你给我站住邪恶的村民 你们抓不到我的接受大惩罚吗 我们下雨去